大家好,我是Ben,欢迎回到泰语构句练习 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DONG GAN DONG GAN,好,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常用也很重要的字 它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需要,那第二个是想要 按照概念我们就从例句开始看 然后这一集的最后呢,会跟大家说明一下 DONG GAN跟YAH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大家记得要看到最后哦 好,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当需要的时候有哪些例句 选的第一个例句是禅 DONG GAN WELLA YK NOI DONG GAN WELLA YK NOI DONG GAN在这里是第一个意思,需要的意思 WELLA是时间 YK呢,在这里有点像再一次的在 那NOI就是一下一点 那整句什么意思呢 DONG GAN WELLA YK NOI 就是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就是 再等我一下嘛,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还需要多一点时间 好,第二个例句是 DICK Tcoin DONG GAN KROBKR answered D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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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孩子 小孩 Tukon 是每一个人 所以Dek Tukon 就是每一个孩子 Dek Tukon 在这里是第一个意思 需要 Krokrua 是家庭 所以整句是什么意思呢 Dek Tukon Dek Tukon Dek Tukon Krokrua 就是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家庭 第三个例句是Pung Dek Tukon Ru wa Ga Arai Kun Pung Dek Tukon Ru wa Ga Arai Kun Pungstern 先用的我 Dong Gan 在这里是第一个意思 需要 Ru 是知道 Wa 有点像中文的说 知道说什么什么什么 或是英文的that Ga Arai Kun 我们先看Ga Kun Ga Kun 就是发生 发生什么事情的发生 那中间插入Arai Arai 是什么 所以Ga Arai Kun 就是发生了什么事 那整个套句大家就可以一起记 那整句是什么意思呢 Pungstern 跟Ru wa Ga Arai Kun 我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那第四个例句选的是 Ru Tong Gan Pатara Dua Ang Ru Tong Gan Patara Dua En Ral 是我们或许有时候是我 Tong Gan 在这里是第一个意思 需要 Patara 本来的意思是发展 那Doing 是自己,所以发展自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我成长,自我进步的意思 那整句是什么意思呢 Rao Dongkan Pathana Doing 就是我们需要不停的自我成长 不停的让自己进步 接下来这个例句选的是 Manut Dongkan Aga Hai Zai Manut Dongkan Aga Hai Zai Manut是人类的意思 Dongkan在这里是第一个意思 需要 Agat是空气 那Hai Zai是动词呼吸的意思 所以整句是什么意思呢 Manut Dongkan Aga Hai Zai 人类需要空气来呼吸 好,那第一个用法的最后一个例句是 D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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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gan Mii Kwamm Donkan S tightly Dala Dala Rengan Mii Kwamm Donkan S tightly Dala 是市场 Rengan是劳工工或是劳力的意思 所以 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嗯 没错 就是劳动力市场 是有没有的 有 我们先看动感 刚刚说是需要嘛 那前面加一个 变成 大家记得吗 嗯 没错吧 动词变成名词 那中文可能还是需要 或者是翻成需求也可以 是很高 高矮的高 那整句什么意思呢 就是劳动力市场有很高的需求 那意思就是劳动力市场现在很旺盛 需求很强烈 需求很高 好 那以上就是动感的第一个意思 需要的意思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意思 想要 选的第一个例句是 所以 坤 动感 阿来 坤 动感 阿来 坤是你 动感在这里是第二个意思想要 那阿来是什么 所以 坤 动感 阿来就是你想要什么 第二个例句是 禅 动感 友 甲 坤 禅 动感 友 甲 坤 禅 是我 动感 在这里是想要 又 甲 是跟谁 谁 谁 或是跟什么 什么 在一起 那 坤 是你 所以 总句是什么意思呢 坤 动感 友 甲 坤 我想要跟你 在一起 好 那第三个例句是 动感 啊 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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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动感 在这里是第二个意思 想要 坤 是朋友 马 是来 坤 是帮忙 所以整句什么意思呢 动感 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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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朋友来帮忙 当然 这边如果你翻 需要朋友来帮忙也可以 所以这个想要跟需要中间的意思有时候不是那么清楚 还是要看你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还有在句子里面的用法 好 那最后一个例句是 禅 麦当干 定安 禅 麦当干 定安 禅是我 麦是否定了不 东干在这里是想要 那定安大家记得吗 没错 定安是结婚 所以整句什么意思呢 禅 麦当干 定安 我不想要结婚 那以上就是东干的第二个意思想要的例句 那最后呢会简单的来比较一下东干跟亚有什么不一样 那当东干如果是需要的时候呢 当然跟亚 亚是想要嘛 那就不一样 这就不在比较的范围 就是在东干如果是想要的时候 然后亚也是想要那有什么区别呢 待会我会给大家三个例句 然后我不会跟大家说规则 大家可以先想想看然后观察一下 那我最后会再公布答案 好 那我们就来看 第一个例句是蓬 东干 南死 热泥 蓬 东干 南死 热泥 蓬是男生用的我 东干在这里是想要 第二个意思 南死是书本 热是书本的量词 好 泥是这个 所以南死 热泥在这里就是这本书 那这种句什么意思呢 蓬 东干 南死 热泥 我想要这本书 第二个例句是蓬 蓬 南死 热泥 南死 热泥 蓬 南死 热泥 蓬 南死 热泥 蓬 一样是男生用的我 亚 是想要 带 是得到 或是拥有 那 南死 一样是书 蓬 南死 一样是书 蓬 一样是这本 所以整句 蓬 南死 热泥 我想要得到 我想要拥有这本书 第三个例句是蓬 东干 或是 亚 按 南死 热泥 蓬 东干 亚 按 南死 热泥 好 那重复的我就不说了 东干是想要 亚 也是想要 按 是读 南死 一样是书 热泥 一样是这本 所以整句 蓬 东干 或是蓬 亚 按 南死 热泥 我想要读这本书 好 那大家这边可以先暂停一下 我把三句话都给大家看 那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什么时候用东干 什么时候用亚 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好 思考完之后 回来跟我对答案 所以从这三句话 大家应该可以归纳出一个规则 第一个例句 大家可以看到 东干 南死 热泥 这本书后面是名词嘛 所以蓬 东干 南死 热泥 东干后面就是加名词 第二句话 蓬 亚 代 南死 热泥 亚 代 是动词得到 所以亚后面呢 你要加动词 你不能说亚 南死 没有 这样就错了 所以如果你要用亚的话呢 后面要接动词 亚 代 亚 后面加动词 那第三个例句 东干或是亚 亚 亚 南死 热泥 亚 是动词 读 阅读的意思 所以亚后面加动词 跟第二条的 跟第二个例句得到的规则是一样 所以没有什么 不是什么新鲜事 那我们来看动干 动干后面加了动词 所以代表动干后面 其实也可以用动词 好 这样是不是 头昏眼花句子那么多 然后规则那么多 简单总结一下 动干后面可以加名词 也可以加动词 但是亚后面只能加动词 这个就是在两个字的意思 都是想要的时候的区别 后面加的词性是不一样的 那就意思上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是亚比较口语 那动干会给人家一种 比较正式的感觉 好 以上就是动干跟亚的 简单的比较 那以上就是这一集 要跟大家分享的 动干的两个用法 需要跟想要 那最后跟简单的帮大家 比较了一下动干跟亚的区别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心得以及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 让我知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及频道 请记得把按赞 订阅加分享 然后按超级感谢表达你的支持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了 ขอบคุณมากครับ สวัสดีครับ 感谢了 sete